那不只是针对结构性 现在在最新版的R8版 它可以进行不同的物理现象的偶合 那所谓不同物理现象 它就是包含了 第一个可能跟热传这部分的偶合 那可以跟这个电池部分的偶合 还有当然在热传跟这个电池分析的部分 它同时可以跟mechanical 就是这个机械的运动 来互相做偶合 那今天我们所要偏重的部分 会针对计算流体部分 那我们称之为CFD 计算流体力学 那CFD 它当然也是可以跟我们的结构性 进行相关的偶合分析 并且把这个热传导 还有热对流的问题 也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我们今天先 focus在其中的一小段 我们称为ICFD 做计算流体力学 那在下一次的 下一次的课程当中 我们也会将这个偶合的状况 一起跟大家做个很简单的说明 然后也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范例 那在相关的物理偶合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一些分析是如果你有看过其使用过其他的有限元素分析软体 你可以看到即使要做这种磁固偶合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动态的状况 那或者是说使用这个磁跟热 做一种磁热效应的热传导效应 甚至做热成型 这个用磁力成型分析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部分是 是一个磁场 然后它会产生一个磁力 并且推向这一个 这个Shimetal 让它进行一个电磁成型的状况 那像有些很特殊的零件 我们利用这种电磁成型的方式 速度上会很快 并且在配料件的表面 不容易受到这个模具的摩擦 所以它的表面性的状况 也会比较好一些 所以因此L-Steinat有相当多的偶合分析 值得大家去使用去探讨 不过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还是针对计算流体力学来做一个探讨 在计算流体力学呢 我们会大略上的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我们常常说这是一个可压缩流 或是不可压缩流 这两个部分 这到底差别在哪里 我们不可压缩流的定义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先假设它的流体密度 它并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那相对于可压缩流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一个三角锥经过了一很快速的状况 经过一个通过一个流体 如果速度够快的话 它的空气的体积会受到压缩 所以导致它的密度改变 那我们称为这样的状况就是一个可压缩 那么不可压缩流